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剪刀石頭布 剪刀石頭布 手指和穿衣服和舞 好多的幸福 連結快樂的舞 剪刀石頭布 大家好 我是牛奶哥哥 大家好 我是泡芙姐姐 還有珍珍老師 大家好 我是珍珍老師 還有兩個非常可愛的小朋友 我們歡迎希希 大家好 還有可愛的蘋果 大家好 歡迎他們 我們今天要來搓湯圓 趕快來看看 媽咪 蹲蹲我 這麼可愛的毛毛蟲 要用什麼材料才可以做成呢 需要的材料有 各色卡紙 黏土 花蕊 白膠 還有剪刀 好 那我們做貓貓蟲的 第一個步驟是什麼呢 首先就是要挑自己喜歡 顏色的黏土 像我呢就是挑了 白色跟粉紅色 那我要挑 黃色跟綠色 好鮮豔喔 好 那蘋果跟希希 你們挑好了嗎 挑好了 那電視機前面的小朋友 你們挑好你們喜歡的黏土了嗎 喔 挑好了 好 那珍珍老師 我們接下來該怎麼做呢 好 現在呢 把你們的黏土放在手上 非常簡單 把它搓圓 哇 就像在搓湯圓一樣對不對 對 搓好了之後 就把它放在資料夾上面 好 一顆一顆把它搓圓 一個把它搓圓 然後把它排上去 好 我好了 所以沒有辦法搓圓的小小小孩 沒有關係 你可以跟我們一樣 我們可以用桌子這樣 敲一敲 就可以變成骰子囉 好 變成正方形的骰子 你可以做成各種不同的形狀 屬於你們自己的毛毛蟲 好 搓好的黏土 放在桌上一個 一個把它靠在一起 它就黏在一起囉 好 毛毛蟲一定要是直的嗎 不一定 不一定 它也可以像扭動的毛毛蟲一樣 你也可以把它排彎彎的 好像它正在扭來扭去 黏土有很多種 有的呢 靠在一起就會黏住囉 如果你靠在一起 它不會黏在一起 很簡單 用白膠把它黏在一起就好囉 好 那我們現在來幫毛毛蟲 做它的表情 首先呢 我們可以準備一根吸管 然後呢 把它斜剪 剪斜斜的 它先尖的 對 剪斜斜尖尖的 然後呢 輕輕的往下壓 有沒有 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可愛的笑臉 好神奇喔 原來吸管可以做笑臉耶 是的 所以這些小東西 爸爸媽媽在家裡就都有了 都不用特地花錢 對 很方便 好 都做完笑臉了對不對 做完它的嘴巴了 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它的眼睛 所以 對 準備黑色跟白色的黏土 一樣在手上把它搓圓 搓圓之後要輕輕壓扁再黏上去喔 好 黏不上去怎麼辦 白膠 對了 好 哥哥我看到你的 毛毛蟲的嘴巴是O型耶 它好像要講話喔 對 好特別喔 因為我剛才用這個吸管 抽進去的時候我搓太深了 它就變成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拿出這個 花蕊 知道這要做什麼嗎 不知道 好 拿出剪刀 把它剪成一半 之後呢 沾一點白膠 把它搓到毛毛蟲的頭上 這樣就變成什麼了呢 我知道 我知道 是觸角 好聰明喔 對 好酷喔 是不是很簡單 對 好 接下來就換你們囉 好 小小朋友在拿剪刀的時候要小心喔 好 那毛毛蟲做完了 好 這樣子呢 這麼簡單的步驟就完成我們今天的 毛毛蟲囉 已經完成了嗎 是啊 是不是很簡單啊 好簡單喔 好 等到毛毛蟲乾了之後呢 你可以貼在你想要貼的位置 比如說 可以貼在你的相框上面 相框 是 放上去你覺得 最漂亮的位置 不要讓它稍微等一下喔 因為好像白膠 沒有那麼快乾對不對 對 等乾了之後你就可以立起來 吊在放在你覺得 最喜歡的位置喔 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毛毛蟲 好棒好棒 像毛毛蟲這個啊 我覺得也可以放在 像是盆栽上面的 還滿不錯的喔 珍珍老師現在要教小朋友 做一個形狀 叫做水滴形 很簡單 可是這個形狀 我們常會用到喔 來 看珍珍老師的手 首先呢 我們把黏土搓圓 搓圓 接下來有一個重點來 珍珍老師先把黏土放下來 把你們的手打開來 下面合在一起 上面打開 這樣是不是變成一個V字形 對 好 對 好 把你的黏土放在中間 這樣子搓幾下之後 它是不是就變成一個 水滴形了 好像蘿蔔 對 好像蘿蔔對不對 好像紅蘿蔔 接下來呢 拿出黏土工具 我們可以在這個水滴形上面 輕輕的 壓出幾條線條 來做它的條紋 真的要輕輕的喔 你太大力會直接把它 切成三段喔 就變成切蘿蔔了對不對 對 就是切蘿蔔 其實小朋友在家裡 如果沒有這種工具的話 也可以拿電板 像這樣子對不對 壓一下 就有了 好 那一樣啊 我們先來做蝴蝶的眼睛 好 我的剛剛眼珠子是鬥雞眼 這次讓它兩個都看外面好了 你們看我的 我的是英國來的蝴蝶 它會說英文喔 Hello and butterfly 好可愛 那之後呢 我想要把我的蝴蝶加上可愛的小腮紅 所以你可以準備 紅紅的 可以準備紅色的小腮紅 對 好 接下來 我們一樣也拿出 花蕊又再度上場了 花蕊也有功用了 對 要做很小塑膠對不對 非常好用 對 剪成一半 來 你們都還記得吧 老師 所以像我們這些東西 他們材料 其實在那種書店都買得到 對不對 當然 這都是非常方便取得的材料 那我們身體的地方都做好了 那詹老師 我們是不是要來做翅膀了 是的 沿途用翅膀很難 當然 所以我們用一個最簡單的方式 首先我們可以第一種是 來 把紙張對折 對折 對折 我們用對稱剪的方式 剪出一個愛心 就是愛心的一半 剪了一半之後打開來 就變成 情人節快樂 它是不是就變成一個愛心了呢 剪好之後呢 我們在這個尖尖的地方 沾一點白膠之後呢 直接把它搓到蝴蝶的身體裡面 這樣就變成它的翅膀了 好可愛喔 可以喔 我這邊很可愛 我這邊有什麼卡通人物喔 好 來看一下我的 好 看一下你的 我這是 來自外國的 英國蝴蝶 英國 哈囉 你好 蘋果做的 蘋果做的 蘋果妳做的蝴蝶 好可愛喔 而且好小好小好小 好小好小 好小一隻喔 那看一下那個 嬉嬉的好了 好 嬉嬉做的比較大隻 喔 它翅膀比較大 嬉嬉做的比較是那種 中規中規的蝴蝶 那這個蝴蝶 我們也可以裝飾在哪裡呢 對啊 老師我們要裝飾在哪裡啊 跟毛毛蟲一樣啊 它一樣也可以黏在 任何你想要黏的地方 上相框 是的 一樣 背後沾上白膠 所以你看 這樣子就很簡單的方式 就完成我們今天的蝴蝶 除了可以放在相框上面之外 還可以放在什麼東西上面 讓我來告訴大家 這個也太豪華了吧 沒有 很厲害 讓我們來請珍珍老師 教我們怎麼做好了 怎麼做的 好 沒有問題 來 首先 你要準備一個衣架 然後呢 再準備一些皺紋紙 剪成你想要的長短 用白膠把它黏在一架後面 接下來的步驟你們都會啦 我們把做好的蝴蝶 黏在用白膠黏在這上面 對 超棒的 太厲害了 遠遠看就覺得蝴蝶在跟我講話 對 這些呢 就是牛奶哥哥今天做的作品 我們來看看第一個 這個是阿嬤的湯圓毛毛蟲 很好吃喔 還有這個是有外國血統的 雞蟹蝴蝶 換泡芙姐姐 好 我的這個呢 是阿公有皺紋 用鬥雞眼的 躺跑毛蟲 第二個 是突眼的蝴蝶 那這些呢 就是我們今天做的 毛毛蟲跟蝴蝶 大家喜不喜歡咧 喜歡 謝謝 下次還要教大家做更多創意DIY 大家一定要準時收看喔 剪刀石頭布 掰掰 小朋友還記得怎麼做嗎 先把黏土搓成湯圓 一個一個組合起來 黏上白色的眼睛 再搓出黑色的眼珠 黏上去 把吸管剪出一個斜口 壓出嘴巴 最後再黏上觸角就可以囉 接著用手掌搓出水滴形 用工具壓出紋路 搓個眼睛 還有腮紅 再黏上觸角 接著用剪刀剪出愛心翅膀 把它黏上去 這樣就完成可愛的毛毛蟲和蝴蝶了 下一次要做的是 長壁字小木偶